贵阳交警日前在巡查中拦下了一辆小客车 打开车门后 民警着实吓了一跳 车厢内密密麻麻站着几十人 民警立即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部下车 经过清点 连同驾驶员在内 这辆合载六人的小客车装了50个人 超载700%多 车上的乘客都是来自贵阳王家桥的建筑工人 要去某建设工地 驾驶员是一名包工头 为了节省时间少跑路 并让这些工人都上了车 交警随后安排车辆将乘客分批转移 并依法对驾驶员进行了处理